警方执行维安是否过档 持续在议会中延烧 国民党议员在联合执询时 批评警方动用大批警力 执行总统维安 影响警员正常休假 不过市警局长强调 从未要求警员停休 当场和议员杠上 要求提供勤务表作为证据 以事负责 蔡总统南下高雄时 警方执行维安是否过档 国民党议员以7月13号为例 指出反年改的承康人士 只有20人 警方去动用上千名警力 将一公里多的道路 用巨码封锁 造成上班民众的不便 这些承警的民众 有这么厉害吗 他有坦克车吗 每个分局也就300个 200多个远警 一次出动1000个 等于34个分局 都去做维安 造成市民朋友的 非常的不方便 市警局长达询时 态度相当强硬 认为承康人士到处流窜 唯有全面封堵 才能够做好维安勤务 但也回应会检讨 远警出勤比例 因为这些承抗者 都是跑来跑去的 流动性的 打优急战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 勤务部署的话 随时会有被突破 所以这个比例原则的拿 以后会来注意 这方面的一个比例 不过国民党议员 还是不放过 继续紧咬市警局 为总统艺人服务 把高雄市民当成报名 远警也因此停止休假 抱怨连连 警察局长则否认停休一事 当场和议员起争执 我要求你把 蔡总统只要有下来的 所有警察的 勤务的资料提供给本席 这个OK啊 但是我讲的是 我当机长 对不对 我投到我后面了说 你为什么要停止你休啊 对于警方动用大批 维安警力 还设置城抗区 国民党议员 质疑蔡总统 请听民意的陈毅 送上回避和肃静 两个举牌 讽刺意味浓厚 港东新闻 李正道 賴昌邦 采访报道